是这样的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音乐与英文 是这样的 因为呢 这两天 大家也都知道流感嘛 然后发的挺严重的 所以说呢 今年年夜饭 我们就准备在家里做了 但是呢 这个懒货 特别懒 他不想自己做 他就让我做 可是我从来没做过饭 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 你说家里人都要来吃的 到时候那么难吃 谁吃得下 你怎么知道 你没烧过饭 你怎么知道你烧的难吃呢 我就是没有烧过饭 我什么都不会 我连油盐酱醋放的顺序 我都不知道 走吧 现在去买菜 那我们做什么菜呢 三菜一汤 你说了算 那烧的难吃 你要全部吃完啊 可以啊 你喜欢就行 花菜 大家 我都两天下了 确定就吃水 其他不要 对 炸薯条 我都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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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蒸一蒸也可以 可以啊 可以啊 你想要蒸这个也行 降低难度的一 你也可以买这种腌制好的呀 黑椒牛柳是吧 嗯 它这个汤好好拍 拿纸这样包起来 走 那我们就开始吧 先烧汤吧 我觉得先烧汤 为什么 因为汤比较干净 然后像这个炸了什么 炒了之后 肯定会有油什么的 啊 你还会往这方面考虑 嗯 牛逼 嗯 不一定翻车 这个要洗吗 应该要洗了吧 要洗的吧 听你的 听你的 洗 洗吧 洗吧 我看到人家 有的姑娘说 给自己男朋友烧番茄炒 那个什么蛋汤 是一整个番茄放进去的 我已经很好了 我会切 你看 它已经很好了 它会切 怎么了 我还得感谢一下 谢谢你会切 是先放蛋 还是先放番茄啊 我想讲蛋比较容易熟 那应该先放番茄 看我专业的手法 专业的手法 这牛逼脆坏了 专业的手法 哈哈哈哈 哎 换他 换他 哦哦哦 什么都要吃 就至今为止 你会烧的 英文同学会烧的是什么呢 就是方便面 加速冻水饺和速冻汤圆 多了不起啊 还有馄饨 还有馄饨的 他烧的时候 我可以再干一件事情 呃 对 不对 这个要软掉了 我先烧这个 哎呀 它后面有方法嘛 哈哈哈哈 直接放入180度的热油里 那我怎么知道 它是不是180度啊 我们家油 我们家油在下面柜子里 哦 那装面有点炸的 你就拿这个炸吧 对 啊 它滚了 它滚了 哦 哦 烫烫烫 嘿嘿嘿 呃 那这个 番茄什么时候算好呀 我来倒蛋 我觉得可以了 哦 有那个感觉了 你看你看 你看 嘿嘿 烫好了 牛逼 耶 Wonderful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够了吧 我倒这么多 这个炸之前要不开个油烟机呗 为什么要开油烟机 要哦 那要开吗 那那那就看 怎么开 哈哈哈哈 哦 冷冻 薯条放入热油中间炸灰借油 开始各种防护措施了是吧 他说 他说要做好防护措施 不是我要做 他让我做的 哦哦哦哦哦哦哦 把他放出来了 嘿嘿嘿嘿 哈哈 我是个天才吧 你好可爱呀 哎呀 他一个焦掉了 他是不是一次只能炸几根呀 哎呀他 哦 他见到了 哎呀他在一起了 哎 这样也能吃的 你这个能把爸妈叫过来吃吗 可以的 你就跟他说这个是薯饼 薯饼 再来烧什么 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这样 我这个在里面蒸 然后我再切花菜 节省时间 perfect 你肯定在偷笑 没有 你看 五分钟行吗 我觉得五分钟可以 啊我觉得五分钟可以了 我要做最后一道菜了 嗯 嗯 可以 你以前就没有见过花菜长这个样子是吗 我以为它是长得跟西兰花一样的 结果它是 这个长得不跟西兰花一样吗 不是啊 西兰花是一朵伞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猫子 如果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手撕包菜里的包菜 你会信吗 哦 真的吗 对 再加上这么多肉丝 应该够了 然后就给我放起来 然后要这样转是吧 我看你这么转的 这边有水 这里有水 我把水放掉在这里了 还有 油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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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哈哈 我知道了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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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过一会儿就可以开饭 我还没上饭 我还没上饭呢 你呢 我怎么忘记上饭了呢 淘米我可会了我跟你说 然后再来一遍 四十分钟 再过四十分钟就可以吃饭了 幸不幸福 嘿嘿 来来来 来来来 快来拍个合影 多好看啊 哈哈 就差一碗饭了 妈妈可厉害了你知道吗 我饭不也有趣 人家说看着不错能吃你看 我饭 那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你烧饭了吗 你按开始了吗 那个要按开始了吗 你根本没按开始 哎呀 我的 我的妈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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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光这些菜吧 我应该能饱 我应该能饱 不行我还有面包 OK 可以尝尝吧 有个猫毛 这个就是我老婆 给我烧的第一顿饭 我感激剃了 累的我哟 看一看这个薯条 那是包姜 我跟你说 黑色的包姜 那个味道肯定好吃 那还有这个是花菜 哎 你这个人 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烧着四样菜的时候 有考虑过调料的感受吗 你一样菜都没加调料 我来加点滴 这样不就好了吗 然后再把它焖一焖 其他几样菜就不配有味道是吧 先薯条吧好吧 我喜欢吃薯条 但是我是第一次吃到这种样子的薯条 这一根软软的 它有多软呢 大概就是这样 其实不过还是挺香的 因为是炸土豆嘛 是的 这个土豆 我的眼泪 为什么是咸的这个 对 它这个上面是奶酪薯条 所以它已经有调料了是吧 对 所以它不需要有调料 都不需要 今天买的菜真是太甜 我试试肉圆 因为这个肉圆是买好拿回来的 它应该是有味道的 这个肉圆从反面看应该还行 闻起来也还行 我本来前面嚼几下 感觉是能吃的 就是有点硬嘛 对不对 看时间太长了 火太大了 但是 嚼到后面我感觉 它里面有肉的腥味 然后肉的原始味道太多了 因为你蒸这个东西什么都不放 放这个东西应该是要放一点点酒 它里面有 配料表上有 我去找给你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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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还有 还有 对我看了上面有 都怪这个肉丸不好 这个花菜我来尝一下 这个还正常一点啊 怎么样 怎么样 油放多 花菜没有味道 我油放的不多 你那放的油都可以炸这薯条了 你知道你是怎么放的吗 然后这个牛柳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 问题应该不大 牛柳可以 有点油 味道呢也还行 因为它本身就调味了 好我来尝尝这个汤 我来尝尝这个汤 这个汤 后期加了调料 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那个少林寺吃的 几乎没有味道 还再来一点吧 不就是盐吗 我们家多了 我问一下观众 这还需要打电话 给爸妈来吗 为什么 那你到时候再点烧不就完了 你烧 然后跟他们说 是我烧的 然后等到他们一来一吃 哇 而且不烧的超好吃 音乐与英文提醒你 过年不串门不聚会 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乘坐公共交通 还要戴手套 祝大家平安健康过数年